6月6日 俄羅斯國防部長6月6日表示 他的部隊在戰鬥中挫敗了烏克蘭反攻的頭3天 導致3,700多名烏克蘭士兵傷亡 國防部長謝爾蓋·兆伊古 在一份以上詳細的聲明中提出這個要求 報告了雙方聲稱的損失 對於期待已久的反攻是否正在進行 烏克蘭一直故意含糊其詞 兆伊古說 在過去的3天內 烏克蘭政權在前線的不同區域發動了許諾爾久的攻勢 進攻的企圖被挫敗 敵人被阻止了 敵人沒有達到目的 反而遭受了巨大的無法比爾損失 他說 烏克蘭在3天內損失了3,715人 以及52輛坦克和207輛裝甲車 在同一時期的戰鬥中 俄羅斯損失了71名士兵 210人受傷 他說 俄羅斯損失了15輛俄羅斯坦克和9輛裝甲車 俄羅斯6月5日表示 烏克蘭已經開始了期待已久的反攻 試圖突破俄羅斯在頓涅茨克地區南部的戰線 趙伊古說 烏克蘭星期一在前線的7個地點發動了襲擊 但損失了1,600多人 等待 в4日子